中秋节团圆夜 我亲眼目睹我的未婚妻和双胞胎弟弟深情相拥 而我的父母坐在他们对面 视若无睹 尽管我和弟弟长着一张一模一样的脸 但从小到大 父母无数次都教导我要让着弟弟 这一次 竟然连我的女人都要逼我拱手相让 我叫纪博达 是一家互联网公司的高管 而我的弟弟纪博小 却只是一个无业青年 所以我根本想不明白 为什么我的未婚妻柳如烟会放着我不要 和我的弟弟在一起 第一次发现柳如烟和纪博小有一腿 是今年中秋节的时候 我们预定十月结婚 所以今年的中秋节柳如烟在我们家过 我爸妈让我去楼下买瓶白酒上来庆祝 可当我发现自己忘记带手机准备回家拿的时候 却看见柳如烟和纪博小抱在了一起 而我的爸妈就在对面看着 丝毫没有觉得有任何的不对劲 我难以形容那个时候的感觉 极致的愤怒和被戴了绿帽子的羞愧 让我想当场闯进去 把那女人愣在地上好好打一顿 可从小到大的理智让我控制住了自己的身体 我转身离开了 是的 我就像是一个逃跑的懦夫一般 从桌间现场转身走了 因为我知道 就算我闯了进去 也改变不了什么 我爸妈从小就更喜欢我的弟弟 出生的时候 因为弟弟在肚子里憋得时间太长 导致身体一直不好 小时候三天两头地跑医院 就算现在长大了 也改变不了他懦弱的性格 以及瘦小的身材 正因如此 爸妈都觉得 是我害了我弟弟 从小到大 所有好的东西 我都要让着他 哪怕我们长着一张一模一样的脸 所以我完全能够理解 他们对柳如烟出轨这件事情 视若无睹 在他们的眼里 或许像柳如烟那样的独生女 更配我的弟弟 可我凭什么继续忍让 凭什么所有好的都是寄博小的 而我活该做那个吃剩菜剩饭的人 中秋节的当晚 我决定复仇 柳如烟如今和我在一家公司上班 我和她是大学就在一起的情侣 毕业之后没多久 她就被公司开除了 我看不得她在外面吃苦 特意让人事部开了个小小的后门 把她安排在了自己的部门里 在公司里 我们是合拍的情侣 是爱情的象征 在家里 我对她事事有回应 几乎将她宠成了公主 就连柳如烟的父母 偶尔都会让我收敛一些 别对她太好 中秋节之后没多久 就是柳如烟的生日 按照往年生日的惯例 我都会在中午的时候 给她送上一大束玫瑰花 然后晚上去吃一个烛光晚餐 再送上我的生日礼物 今年自然也不例外 但我却在除了玫瑰花之外 还订购了一大束的菊花 柳如烟在收到玫瑰花的那一刻 不出意外地引起了 公司里其他人的羡慕 她捧着玫瑰花看向我 像是一只骄傲的天鹅 谢谢你啊老公 她挽着我的手臂 毫不吝啬地献上了自己的香吻 可我一想到她和姬薄小 抱在一起的画面 就觉得浑身上下的细胞都在抗拒 只能微微偏过头 在公司呢 影响不好 柳如烟虽然有点遗憾 却也没有多说什么 玫瑰花到了没多久 又有外卖员捧着一大束菊花 走了上来 哪位是柳如烟女士 柳如烟有些呆滞 结果那一大束菊花之后面露迷茫 如烟 这是谁送的啊 谁会在你生日的时候 给你送菊花啊 就是啊 这是什么新型恶作剧嘛 上面有张卡片 你快看看是 谁 围绕上去的同事 三三两两议论着 柳如烟拿起了那张卡片 只看了一眼 脸色就变得煞白 她立刻把卡片收了起来 笑容僵硬 一个小姐妹送的 都我完了 我关系的走上前去 搂住了她的肩膀 怎么了 没事吧 我看你脸色不是很好 柳如烟摇了摇头 我没事老公 我先去上班了 在没人看见的时候 她将那束菊花 扔进了垃圾桶里 包括那张卡片 我知道你所有的秘密 和未婚妇的弟弟 撕混在一起的感觉如何 是不是很刺激 当一个背负着秘密的人 终日恐惧着秘密被人发现 这样的滋味 我相信一定不好受 柳如烟一整天都浑浑噩噩的 一直到下班我和她说话 她都没听反应过来 老婆 你有在听我说话吗 我伸手在柳如烟面前晃了晃 她才终于回过神来 我刚刚游神了 老公你说什么 柳如烟的眼神里 是明晃晃的担忧 看见她这个样子 我竟然觉得有些爽快 就像是操控了一只提线木偶 我推了推自己的眼镜 一如既往的温柔 我说今天咱们回家吃吧 我给你做饭 把弟弟叫来 啊 为什么要叫她 老公我想和你刮二人事件 柳如烟搂着我的手臂撒娇 如果不是知道了 他们两个人的奸情 恐怕我真的会觉得 她是为了和我单独相处 今天爸妈回老家了 她一个人在家里 我不放心 委屈你了老婆 柳如烟抱住了我的腰 声音沉闷 那好吧 谁让我这么爱你呢 也怪不得我被她骗了这么久 她的演技不去做演员 真的是可惜了 我和柳如烟到家的时候 继伯小还没来 我让柳如烟一个人 在客厅里看会儿电视 自己先去厨房准备食材 她在我走之前 亲了一下我的嘴角 笑容甜蜜 还是老公最好了 你今年给我准备了什么礼物啊 秘密 我立刻转过身去 生怕晚一秒 我脸上的表情就控制不住了 我关上了厨房的门 然后打开了手机里的监控 这是前些日子我特意装上的 因为柳如烟说想要养一只猫 原本今年的生日礼物 是一只可爱的小橘猫 但 如今看来是没有必要了 柳如烟坐在沙发上 漫不经心拿着手机 像是在等待谁的消息 然后时不时露出笑容 就仿佛是陷入了爱情的小女生 没过多久 门铃响了 柳如烟鞋子都没穿 就跑去开门 在看见纪博小之后 她立刻扑进了纪博小的怀抱之中 二人在门口积吻 好不甜蜜 我手里拿着菜刀 冷笑一声 剁掉了龙虾的脑袋 厨房的门被人推开 柳如烟走了进来 老公 纪博小已经到了 我给她吸点水果 她从冰箱里拿出了 今天刚买的西瓜和杨梅 看上去心情很好的样子 还哼着歌 我冷眼看着她的动作 手上不紧不慢地处理着龙虾 装作不经意开口 老婆 纪博小也该找个女朋友了 你那里有没有适合的人 要不给她介绍一个 柳如烟受伤一划 杨梅滚落到了洗碗池里 我激压地朝她看去 怎么这么不小心 她低着头捡起洗碗池里的杨梅 头发挡住了她的侧脸 纪博小一没工作 还没车没房的 哪个女生愿意和她在一起啊 是吗 可你不是就算出轨 也要和纪博小在一起吗 我暗笑着 表面上却不动声色 柳如烟带着洗好的水果出去了 我拿出口袋里的手机 给柳如烟发去了消息 在未婚夫家里和小三偷情 是不是很刺激 我的手机是前段时间刚换的 有两个手机号 柳如烟并不知道 这个手机号码是我的 消息刚刚发出去 我就听见了外面东西摔 碎的声音 我擦干净了手 将龙虾放在了锅里 才不紧不慢打开了门 柳如烟拿着手机站在门口 身体在微微颤抖 她的脚步是滚落一地的杨眉 我欣赏完了她惊慌失措的模样 才假装关心地走上前 老婆你没事吧 有没有哪里受伤 柳如烟立刻收起了手机摇了摇头 我 我没事 我抓住了她的手 伸手搂住了她的腰 感觉到她身体的僵硬 我的嘴角止不住地上扬 真的吗 是不是因为婚礼快到了 所以最近太紧张了 你最近好像精神很不好 柳如烟的眼神 让的纪博小看去 我看见纪博小的手 已经握成了拳头 但哪怕如此 她也不敢多说什么 哥 你和嫂子感情真好啊 我搂着柳如烟的腰 对着纪博小挑了挑眉 当然了 我和你嫂子在一起这么多年 你又不是不知道 纪博小啊 不是我说你 你也该找份工作了 一直在家里啃老 也不是办法 她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看向我的眼神就仿佛要杀了我 可她不敢 因为她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我给的 当天夜里 我和柳如烟上床睡觉之后没多久 我就感觉到她从我的身边离开了 她以为我睡着 可我的大脑无比的清醒 手机震动了一声 是柳如烟发来的消息 你到底是谁 你想做什么 这么快就受不了了吗 可是她稳定的生活 现在才开始逐渐崩塌 我没有回复柳如烟的消息 一整周 柳如烟都心不在焉的 周末是约定俗成的 我去她家里拜访老丈人的日子 说起来其实我还不知道 老丈人他们对纪博小和柳如烟的事情 究竟知不知道 他们对我向来不错 虽然算不上青少儿子那么爱护 但多少也算得上是半个儿子 当然 这其中也有我几年如一日孝顺的原因在 柳如烟一到家里 就去厨房找岳母了 而我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 和岳父在客厅里聊天 他手上拿着我送的按摩器 爱不释手 我答啊 每周末都开车来看我们 真是辛苦你了 我这个女儿从小被我们宠得长大 要是结婚之后 她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 你就和我们说 我俩一定好好教育她 岳父是做老师的 虽然已经上了年纪 但看起来也是个温文尔雅的男人 平日里脸上总是带着笑意 我文言立刻点了点头 给她倒了杯茶水 如烟挺好的 还是辛苦你和岳母 交出了这么优秀的孩子 没有人不喜欢听别人夸自家的孩子 岳父脸上的笑容更加深刻了 对了岳父啊 我有件事情希望您帮忙留意一下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有什么事你说就好 不用这么客气 我笑道 还不是我那个不成器的弟弟 这段时间我爸妈 因为他的终生大事也操碎了心 我就想着您和岳母身边 有没有什么适灵的女生 可以给我弟弟介绍一下的 我观察着岳父脸上的表情 见他的动作微微一顿 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动作 可我的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他知道 他知道柳如烟和姬博小的龌龊事情 和这一家人里 只有我被当作傻子耍得团团转 他们都偏向姬博小 甚至不惜让我用婚姻作为代价 我握紧了手里的杯子 借着喝水的动作挡住了脸上的表情 原本 我只想报复柳如烟 让他身败名利而已 可如今 我觉得这样做 根本不能解决我的心头之恨 我要让他们所有人 全部都付出应有的代价 我终于回复了柳如烟的消息 想要我为你守住这个秘密 那你就完全按照我说的做 手里的烟徐徐飘起 我打通了姬博小的电话 电话响了两声 很快就被接了起来 博小 啊 你之前不是跟哥说 你想做那个什么游戏主播吗 哥最近想了想 你有想法是好事 这样吧 哥给你推荐个公司 我和他们的主理人认识 你去试试吧 姬博小自然是满口答应下来 谢谢哥 哥你太好了 你就是我的大恩人 哥你放心 我肯定好好干 不给你丢脸 我有和姬博小 劳了两句家常 就挂断了电话 他从一个月前 就和我说起过这件事情 但姬博小的性格 我是了解的 三分钟热度不说 那游戏水平 也远远没有做到 能够成为主播的份上 故而我一直都没有答应 自然是他过得越差 我越开心 那家MCN公司 不是什么好地方 压榨手底下的主播不说 每个月的业绩 要求高到离谱 主播能够拿到的分成也很少 如果违约 还需要支付高价的违约金 这些事情 也只有我们这种业内的人才知道 姬博小那个蠢才 机会摆到了他的面前 他是肯定要牢牢抓住的 想必就算到时候我劝他 他也不会听我的 给主理人发完消息 我灭了烟转过身 柳如烟还在床上睡着 那张从大学开始 就让我一见钟情的脸 如今看着 竟然也多了几分丑陋 或许这就是向游新生 第二天晚上 我和柳如烟回爸妈家吃饭 柳如烟坐在姬博小的对面 二人对视的时候 空气里的粉红色泡泡 几乎都实体化 就连爸妈都是一副笑音音的样子 我当初是有多蠢 才会连这么明显的暗度陈仓 都没看出来 晚饭吃到一半的时候 我主动提起了话头 博小啊 哥昨天跟你说的那个主理人 我想了想还是觉得不行 纪博小从小就被爸妈宠坏了 当即摔下筷子就挂起了脸 为什么不行 哥你是不是看不得我好啊 怎么说完还能变挂 他双臂还胸 一副怒气冲天的样子 不明就里的爸妈 向来是站在纪博小身边的 跟着他一起数落 博大阿这件事情 博小也和我们说 怎么昨天说好的 今天就又不行了呢 你是哥哥要让这弟弟猜对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弟弟从小身体不好 又是这样老一套的话 从小到大 我耳朵都要听得起简子了 从小身体不好 吃了这么多不要也该好了 但这一次我没有和之前一样 迫不及待的为自己辩解 而是耐心的听着他们的教育 自虐一般的 我在心里又重复了几次这样的话 直到最后 我才叹了口气 悠悠道 不是我不想帮博小 我找人去问问 他们那家公司的合同有点问题 每个月的业绩考核要求太高 我是怕 你就是觉得我没本事 完不成 我告诉你纪博大 我还飞去不可了 纪博小声音足足有八尺高 听得我耳朵都嗡嗡作响 见我还是犹豫 连爸妈都上来劝我 是啊博大 你弟弟肯定可以的 你要相信他 这就是我想要的结局 我故作迟疑 那 那好吧 这件事情便这样定了下来 反正到时候 纪博小自己玩不成 也赖不到我的头上 吃过晚饭之后 柳如烟坐在沙发上 陪我妈聊天 纪博小坐在她的身边 二人的手 时不时的交叠在一起 好不亲密 我站在卫生间的门口 将这一幕拍了下来 然后开始编辑给柳如烟的消息 和你未婚妇回去了 跟小叔子玩得开心吗 不如去卫生间 发两张照片给我 如果你想要继续这样的生活 柳如烟的手机震动两声 她的脸色突然间变得惨白 我绕到了柳如烟的身边 伸手搭上了她的肩膀 柳如烟浑身一颤 手机落在了地上 一旁的纪博小 想要帮她把手机拿起来 可手指刚刚碰到 柳如烟却一声尖叫 别碰我的手机 别碰 突如而来的尖叫声让 所有人都停下了动作 她像是也反应过来 自己的行为过于反常 连忙找补 是工作上的事情 我不是故意凶你的博小 纪博小是从小被家里宠大的 当即黑了脸色 就转身朝房间走去 把门摔得框框作响 我妈坐在沙发上 用手肘碰了碰柳如烟 意思是让她去道个歉 哄一哄 但柳如烟现在哪里 还有这一份心情 拿起手机就往卫生间走去了 我坐到了沙发上 安心等待着我的手机响起 如烟今天是怎么了 一整天都心不在焉的 我妈的语气关切 而我看着手机上的照片 耸了耸肩 谁知道呢 可能工作上烦心事比较多吧 照片里的柳如烟相间半漏 上衣了起 露出了自己的小腹 和小半茶内衣的颜色 脸上还带着陀红 看上去格外的诱人 但我如今看着 只觉得可笑的厉害 我只说了要照片 却并未说明 想要什么样的照片 她却第一时间 明白了我的意思 这是不是说明 她对这样的照片很熟悉 说不定也曾经拍给纪博小看过 握着手机的手越来越用力 我的眼前似乎已经出现了 柳如烟和纪博小 在床上翻云覆雨的样子 她用着那样娇柔的语气 笑着纪博小的名字 也会像从前对我一般的对她 愤怒在此刻 用一次占据了我的大脑 我开始觉得自己的复仇计划 对于柳如烟来说 还是过于的心软了 她那样的女人 不值得我心软 接下去的时间里 我总是时不时的 给柳如烟发消息 她的精神状态肉眼可见的越来越差 就连晚上都要靠吃安眠药 才能睡着 好几次 我都发现她看着我一副 有什么话想要告诉我的模样 但到了最后 却有一句话都没说 我知道她是在想 与其继续过这样的生活 不如对着我全盘拖出 至少这样她还能死个痛快 可她没有办法 踏过自己的那道坎 与此同时 纪博小已经和那家 MCN公司签约了 注册了自己的账号 开始发视频和直播 但纪博小不知道的是 我给她的账号买了一波粉丝 还花钱买了流量 为的就是让纪博小相信 她真的有这方面的才华 她一如我所料的 越来越目中无人 花钱大手大脚不说 见人便说 自己即将成为大网红大主播了 婚礼开始前的半个月 我们两家人坐下来一起吃饭 纪博小却迟迟没到 岳父和岳母的脸色 都变得难看起来 毕竟纪博小现在不仅是我的弟弟 还是柳如烟的地下情人 我只是坐在他们身边 假装没有看见爸妈求助的眼神 一餐饭吃到了一半 纪博小才姗姗来吃 短短一段时间 他身上的行头已经换了一大半 各种牌子的衣服和鞋 还有他手上的手机 也换了全新的 他推门进来不仅没有一句抱歉 更是开始对餐厅评头论足起来 不是我说 哥 这么重要的日子你就在这里吃饭 太掉档次了吧 你是不是最近手头紧啊 没事 你要是手头紧就和我说 我帮你付钱 纪博小看着我 下巴微微扬起 目中无人的模样 更像是个高中生 我知道他一直都不满足 被我压了一头 一心想要和所有人 证明自己的能力 而现在 就是他证明自己能力最好的时候 但纪博小不知道的是 这家餐厅虽然看上去不起眼 但却是撕出菜 一顿饭菜的价格高得离谱 我擦了擦嘴 笑道 行了 既然博小这么有心意 那就你买单吧 我按了身边的呼叫按钮 没过多久 服务员就推门走了进来 给那位先生买单吧 我倒是很想看见 纪博小看到价格的那一刻 脸上的表情 纪博小接过账单的时候 脸上的表情还很不屑 但当看见上面的价格之后 就差一蹦三尺高了 多少 一顿饭八千多 你们怎么他妈的不去抢呢 他把手里的账单甩得啪啪 作想 那服务员站在他面前 脸上一片尴尬的神色 先生我们家是私厨 而且您看你们点的菜也不少 这是实话 因为今天是两家人 坐下来一起吃的饭 所以我点了有十多道菜 以求双方都可以买意 八千多确实不是一个便宜的价格 但也不是不能接受 当然这是对于我来说 对纪博小却完全不同了 他最近直播确实赚了点钱 但都拿去置办行透了 身上的存款是一点没多 岳父是做老师的 平时把面子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现在脸都被气成了猪肝色 够了 博小 这还是在外面 有什么话你回家再说 纪博小还想说什么 被我妈瞪了一眼之后 也知道闭嘴 而我笑着接过了菜单 拿出了银行卡 刷我的吧 经过了纪博小 那服务员看我就仿佛在看什么活菩萨 一直到我们走出餐厅 岳父的脸色都没有好转 纪博小还在我身后嘀嘀咕咕 就是打肿脸充胖子 在哪里不能吃饭 非得来这里吃 灵丹妙药卖这么贵 我只是笑着没有多说什么 但岳父却忍不下去 博小啊 你但凡有你哥哥一半上镜 你爸妈都不用这么操心你 他说完摇了摇头上了车 我扭头看了眼纪博小 他的眼睛通红 像饿了很久的野狼 得意什么 早晚会被我踩在脚底下 那我倒是很期待 一周后 是岳父退休的日子 他在学校里上了一辈子的课 临退休了 学校想要给他组织一个欢送仪式 也邀请了我和柳如烟 收到邀请函的时候 我就知道 我的机会来了 柳如烟的手机里 和纪博小的聊天记录都很正常 我知道是他有意删除了其他内容 但没有关系 当今时代 所有删除的信息都能找回 我在一次吃饭的时候 装作不小心将柳如烟的手机 掉进了水里 那手机很快就自动关机了 为了表达自己的歉意 我给柳如烟买了一个全新的手机 而那个旧的 我带去找到了大学时候的同学 一个学计算机的学霸 我给了他一笔钱 让他替我修复了柳如烟和纪博小的聊天内容 顿时 不堪入目的聊天记录和照片 全部出现在了我的电脑里 此时我应该庆幸 还好 那位同学修完手机就离开了 我强忍着恶心 把那些照片保存到了我的手机里面 那些照片里 柳如烟的姿势格外的奔放 虽然这些日子 我偶尔也会用那个手机号向他勒索照片 但很显然 两份照片的尺度根本不是一个等级的 他倒是很信任纪博小 刚刚存完照片 纪博小所在MCN的主理人就给我发了消息 大概意思是 纪博小最近的视频播放量和直播数据都差强人意 问我是否需要考虑在我的面子上 再给他几次机会 没有了我花钱买流量买粉丝 他当然不行了 不用 按照你们的方式来就好 最好是能够让他一气之下解约才好 岳父退休那天 我和柳如烟早早地就到了学校 他搂着我的手臂 将头靠在我的肩膀上 和我怀念着过去的时光 老公 好怀念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啊 那会儿你还经常来寝室楼下 接我去上课 我偏头看向他 他的脸上笑容灿烂而温柔 任谁都看不出来 他已经出轨了 是啊 是很怀念 我们坐在第一排 听着岳父在台上讲话 身后是全体学生和老师 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我拿出手机给提前约好的网友 发了消息 没过多久 身后就出现了窃窃私语的声音 爱你们看学校论坛上那些照片 我靠这个女的 是刘老师的女儿吧 还是我看错了 是她 我之前还和她打过招呼呢 我不会认错的 窃窃私语的声音越来越大 甚至都有了 要盖过岳父演讲的声音 台上的岳父脸色逐渐阴沉下去 可哪怕如此 也没有办法阻挡这群青春期学生们的 好奇心和八卦心 终于 刘老师也看到了帖子 她第一时间将岳父叫了下来 把手机递给了她 柳如烟紧紧抓着我的手臂 将身体贴着我 老公 他们为什么都在议论我啊 是 是发生什么事吗 我安慰地抚摸她的长发 别害怕 我会保护你的 而那边看完帖子的岳父 气得手都在发抖 也不管还在学校里 大步走到了我们的面前 伸手就打了柳如烟一个巴掌 你这个不孝女 我从小是怎么教育你的 你 你 柳如烟的头偏向一边 看见了手机屏幕上的照片 她立刻恐慌起来 不 不是这样的 爸你听我说 这一定是误会 这不是我 老公 老公你会相信我的对不对 你一定会相信我的对吗 可我只是看着她 没有说话 你还敢狡辩 柳如烟 岳父大喊了一声柳如烟的名字 然后两眼一翻倒了下去 刘老师 快打救护车 现场又是一阵兵荒马乱 我混迹在人群里 看着柳如烟那张惊慌失措的脸 心里只觉得无比的可笑 我并不觉得自己做错了 也不觉得岳父昏倒这件事情 和我有任何的关系 如果柳如烟不出轨 这一切都不会发生的 所以错的人 是她 岳母匆忙赶来医院的时候 岳父还在手术室里 她看见流泪的柳如烟 也是毫不留情的 就是一巴掌上去 愤怒让她的手指都在发抖 你真是我们的好女儿啊 柳如烟 你看看你都做了什么 我上前拉住了岳母的手臂 将她扶到椅子上坐了下来 好心安慰 别生气了 爱阿姨 这件事情 如烟也不想的 而且说不定是别人恶意批图 我相信如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 柳如烟听见我的话 抬起头和我对视了一眼 那眼神里是满满的感动和爱意 岳母拉着我的手 博答 还好有你 不然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岳父从手术室出来之后 还在昏迷状态 医生说是急火攻心 没有性命危险 我和岳母一起在病房里陪着她醒来 柳如烟却借口去卫生间走了出去 我偷偷跟在了她的身后 看她走到了楼梯间 没过多久就传来了说话的声音 纪博小 我拍给你的照片怎么会泄露出去 是不是你发的 柳如烟声音尖锐 质问的语气悦然直上 我用手捂着嘴 才不至于让自己笑出声来 什么叫做我有病 我的照片都被发到我爸学校的论坛上去了 除了你还能有谁 我真是瞎了眼才会和你在一起 你哥比你好上千倍万倍 分手 你现在和我说分手 晚了 纪博小我告诉你 我和你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 你别想扔下我 喂 喂 听上去是纪博小挂断了他的电话 我听见柳如烟咒骂了一声 便提前离开了那里 直到走到了没人的地方 我才大笑起来 这下好了 有情人也没有办法终成眷属了 我擦掉了眼角的泪水 拿出手机点开了纪博小的主页 原本就不多的粉丝 此刻更是已经掉得寥寥无几 想必 他也撑不了多久了 只是他会采用什么样的方法 才是我最期待的 柳如烟的照片事件虽然被压了下来 但那么多的学生总会有泄露出去的 我们这个县城又不大 没过多久 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已经有所耳闻 柳如烟每天上下班 都要接受着他们的非议和嘲讽的眼神 他紧绷的神经终于在一天夜里崩溃了 他坐在床上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而我把他抱在怀里耐心地哄着 别哭了 如果不喜欢那就不去上班了 你在家里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柳如烟迟迟疑了片刻 还是伸手抓住了我的手臂 好 如今的柳如烟和纪博小 早就不是之前如交四季的地下情人 他们现在相看两宴 就连我们回爸妈家吃饭 都一句话不说 所以当纪博小和我提出要借钱的时候 柳如烟比我更早一步地拒绝了 借钱 你不是做什么游戏主播赚了很多吗 还要和我们借钱 柳如烟筷子一放 声音尖锐 他现在待业在家 做起了全职嘱咐 早就不像之前一样 是不知柴米油盐贵的大小姐了 纪博小的脸清一阵白一阵的 但也知道现在除了求我别无他法 我会还的 我只是业绩没达标 我 你要借多少 五十万 柳如烟眼睛瞪得很大 五十万 纪博小博答是你哥不是你再生父母 他的话说得难听 我爸妈听着脸都变臭了 我拉了拉柳如烟的衣角 示意他别再说了 博小啊 你知道的 我过段时间就结婚了 一时之间也拿不出这么多钱 你要是实在急着用钱 这样吧 你把这套房子抵押出去 先借一点 我和你一起还 这房子是去年我花钱买的 但房产证上写的 却是我爸妈的名字 可现在我不想给他们住了 不想让他们心安理得的 住着我的房子 听见我的话 纪博小的眼睛多亮了 但我爸妈却不答应了 这 这怎么行呢 这房子 我爸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我打断了 爸 现在还什么房子不房子的 自然是博小的事情最重要了 你们之前不是也常说吗 要我多帮衬点博小 现在看弟弟有难 我怎么能不帮忙呢 听我这样说 刚刚还犹豫不决的纪博小 也立刻硬起了起来 就是啊 你们是我亲生父母 房子抵押出去怎么了 我肯定能赚回来的 他说的言之早早 我差点就相信了 我和柳如燕临走的时候 爸妈还没有松口 但我知道他们松口 是早晚的事情 毕竟他两对纪博小 想来没什么拒绝的能力 果不其然 到了晚上 主理人就给我发了消息 说纪博小竟然直接说 要解除合同 几百万的违约金 也毫不在意 想必他是想着 能够抵押房子贷款 所以无所畏惧了 我心里觉得好笑 却又有一点悲凉 明明是一样的孩子 但在我爸妈心里的差距 却一直都这么大 他们去银行办手续的时候 我并没有一同前往 没过多久 我的朋友同事和亲戚都知道了 我自己一个人买的房子 被纪博小拿去抵押贷款的事情 他们对纪博小有多么鄙夷 对我就有多么的同情 而我面对所有人的话 只是露出一个有些苦涩的笑容 恰到好处的提起 我的爸妈对纪博小有多么的宠爱 不光是女生可以绿茶 男人也一样可以 我的上司甚至因为同情我 还给我涨了工资 一个星期之后 我的婚礼如期举行 我邀请了我和柳如烟 大学时期的朋友 还邀请了我们的同事 婚礼现场盛大而宏伟 一如我从前幻想的那般 岳母坐在下面 岳父站在我的对面 二人的脸色看上去都不好 销售了很多 也对 想来这段日子 没有少受流言蜚语的侵扰 我站在台上 看着柳如烟一步步的朝着我走来 身上的婚纱是大学时期 我们就选中的款式 她的脸没有什么变化 还是和几年前我们刚刚恋爱的时候 一样好看 鬼使神差的 我看向了坐在台下的纪博小 一样的脸 一样的黑色西装 或许此时柳如烟 更加乐意站在她对面的人 是纪博小吧 柳如烟站在我的面前 我接过了她的手 然 后朝着四姨走去 可走到一半 四姨身后的大屏幕上 原本滚动着的我和柳如烟的婚纱照片 却消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 是她和纪博小的聊天记录 一张张 一句句 全部都是骗不了人的情话 现场一片骚乱 柳如烟扭头看向我 瞪大了眼睛 是你 一直都是你 还不算是太蠢 可我没有打算承认 你在说什么啊 如烟 这些都是假的对不对 你和博小 怎么会 我装作受到了无比巨大的打击 脚下踉跛着扶住了边上的柱子 坐在下面的爸妈额头上 都出现了密密麻麻的汗珠 而那些道场的亲朋好友 这些日子早就已经得知了 柳如烟和纪博小身上发生了荒唐事 在他们眼里 我就是一个相信女友 还爱护弟弟的好男人 自然是群情激愤 天啊 嫂子和小叔子 真是一点脸都不要了 就是啊 而且他俩本来就是双胞胎 涂啥 能涂啥 这种女人涂个刺激呗 你看新郎爸妈的脸色 我怎么感觉不太对啊 他们不会早就知道这件事情吧 不会吧 那新郎也太惨了 哎呀我和你说 他们一家子从小就偏心弟弟 在所有人的议论声中 岳父又一次倒了下去 我亲眼目睹着救护车将岳父接走 柳如烟在临走之前 还拉着我的手 让我原谅他 他大概是猜到了一切的始作俑者 只是内心仍旧不能接受罢了 不能接受唯一的木板 此刻也离他远去 我没有去医院 而是在一片狼藉的婚礼现场坐在 颤抖着的手点了好几次 才点燃了嘴巴里的烟 总算 这一场闹剧结束了 接下去 就只要收尾就好了 我递交了辞诚 说要出去散散心 上司却不回了 他给了我一个星期的假期 让我出去走走 为了和所有人失去联系 我在出发前换了手机号码 我度过了非常平和的一周 再一次回到这一座城市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的灵魂 仿佛都已经被净化了 我回到了和柳如烟的家里 家中很脏乱 地上全部都是啤酒罐头 窗帘也拉得死死的 我看见了蜷缩在角落里的柳如烟 听见声音他抬起头来 再看见我之后 亮枪着起身朝着我跑过来 不管三七二十一的 将我一把抱进了怀里 老公 我爸死了 我妈 我妈不要我了 他说我气死了我爸 还败坏门峰 是个贱人 柳如烟将我抱得很紧 我也没有挣扎 听着他的话 毫无情绪地点了点头 是吗 那你的小情人呢 他的身体轻颤 抬头看我 眼里都是泪水 老公 老公我错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求求你原谅我这一次 我求你了 我没有回答他的话 只是笑着伸出手 摸了摸他的脸 老婆 你知道我看见你和纪博 小聊天记录的时候 在想什么吗 我在想 你是不是天生就贱 所以才会在我和我弟弟中间 玩这种把戏 柳如烟的瞳孔剧烈收缩 他松开了我 伸手抱住了自己的脑袋 啊 是你 就是你 果然是你 你这个混蛋 你害死了我爸 害了我一家 柳如烟扑上来想要打我 却被我轻而易举地躲了过去 他跌倒在地上 却又抱住了我的腿 开始痛哭 别不要我 老公我错了 你别丢下我 不要 他疯了 我打电话 让保安把柳如烟带走了 毕竟这房子写的是我的名字 他去了哪里我不知道 也不关心 我把家里打扫干净之后 就起身去了爸妈家里 可开门的却不是我父母 而是陌生人 我这才突然记起来 这房子被他们抵押了 直到第二天去公司上班的时候 我才见到了纪伯小 他坐在我的公司门口 就像是个流浪了很久的乞丐 那张与我一模一样的脸 此刻看着却已经不太相像了 看见我之后 纪伯小朝着我扑了过来 还好被手机眼快的保安一把抓住 纪伯答 我是你弟弟啊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你怎么敢这样对我 如果不是你 我不会从小身体不好 不会这样一事无成 我停下脚步 转过头看向他 你错了 一事无成是因为你 因为爸妈 唯独不是因为我 这一次 我没有再为了纪伯小停下脚步 后来同事和我说 纪伯小还不起贷款 房子被银行收走了 他现在无处可去 也没有公司要他 只能做做服务员 这样又辛苦钱又少的行业 但因为从小被宠坏了 在餐厅里总是干不长久 好像还染上了毒瘾 我不在乎纪伯小的未来如何 这一切都是他自找的 但我的爸妈 我还是需要关心一下 我把他们送去了一家洋网院 设施和环境都是很一般的类型 至少有个地方住 我想我已经人之一尽 三年之后我又恋爱了 那个女生没有那么漂亮 但却很温柔也很懂事 带他去买结婚戒指的那天 我在商场门口 遇见了两个卖气球的 看上去很像纪伯小与柳如烟 进商场前我回头看了眼 那男人正把那女人 蹬在地上打 或许这就是柳如烟 梦寐以求的人生吧 有情人终成眷属的那种 怎么了 约有见我停下脚步 回过头看向我 我搂住了他的肩膀往里走去 没事 看那气球还挺好看的 全闻完